好,来继续啊 这个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再写一下啊 再把这个代码呢 给它进行一个面向对象的封装啊 05啊,这个叫面向对象的这个封装啊 这里边呢有一大堆代码 Ctrl-A,Ctrl-C,C 然后来个怎么办呢 放到这边,Ctrl-V TensorFlow也讲啊,都讲,都讲的啊 那在很后边了啊 好,来大家看看 这个地方呢有我们这个代码 然后呢我把这个给它拿过来啊 好,现在呢我做一个工作 让大家干什么事呢 大家想一件事啊 就是做一个面向对象的封装 什么意思呢 来一个class啊 这个叫MyServer啊 MyServer啊 继承自行的object啊 好,现在里边DF来个下滑线unit啊 然后来个内,来个什么 这个地方创建的时候需要有什么呢 好,我的要求是这样的啊 来一个Server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MyServer啊 你把这个服务器给我创建好 完了之后呢 就能够直接运行了 能够接受这个请求了 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这个应该怎么写啊 Self,然后这里边需要什么呢 需要IP和这个part 我这里边怎么写呢 先来一个Self.so 我来一个Socket啊 等于什么呢 Socket.socket创建 大家看啊 我把之前的这个代码啊 面向对象封装成一个对象 然后呢 Self.socket. 点绑定啊 绑定啊 绑定的时候就写什么呢 IP和这个part 看到没有 我把这个IP和part给它绑定进来 没问题吧 绑定这个时候应该这样想 IP和part组成一个原主 是不是 没问题吧 就是把这个啊 把这一段啊 给它删掉啊 然后放到哪了呢 放到一个面向对象里边了 然后这里边再写什么呢 来一个Self.socket.lason128 看到没有 好 我把这个呢 都给它改掉 那现在的话呢 我这里边呢 要绑定的时候写谁啊 0.0.0.0 然后段号多少呢 9090 好 这是一个对象了 看到没有 好 然后呢 这个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要写什么呢 再来一个DF 这个叫 不要在那闲聊了 大家注意啊 你这闲聊通学 你待会听不懂啊 不知道我在干啥 来个run forever F1 EV1 run forever 就永远运行啊 来运行一下 大家看 我把这一段拿过来 这个地方啊 我把它弄成了一个 面向对象的一个封装 面向对象的一个封装 这个封装完之后呢 是一个什么效果呢 这个地方呢 需要这个Socket 不能这么小了 来一个这个Self 这个Socket 好 来大家看看啊 现在呢 这个代码啊 整个呢 就变成两个了 看到没有 我创建了一个什么呢 创建了一个MyServer 这一个Server对象 然后呢 里边有一个叫run forever 这个方法 看到没有 这个well处里边 就是直接来运行这个 运行这个 运行这个 运行这个代码的 是不是啊 好 Race one's body 这里边一大堆 然后现在呢 我可以这样干啊 来一个什么呢 Server.run forever 让它永远运行 大家看啊 把刚才的啊 把我们刚才的那一堆代码 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把刚才的这一堆代码啊 把它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变成了一个 一个面向对象的一个函数 面向对象的一个方法 看到没有 就是有一个Server.run forever 能看得懂吗 这个就是怎么样的 就是就是把这个 之前的一堆啊 然后呢 封装成了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在创建的时候呢 需要一个IP地址 还需要一个端口号 然后呢 我把这个Socket的创建 给到这个对象 看到没有 给到这个对象啊 给到这个对象之后呢 然后这个绑定 绑定端口号 然后listen 然后呢run forever 这个代码的话 就让你永远的well处 运行起来 然后不断的监听 不断的监听啊 好 来我们看看 我把这个呢 跟大家收起来啊 来运行一下走 现在呢 我们再来访问他 也是可以访问的 8090 然后来一个 走 哎 怎么了 崩了 被我整崩了 是不是 不是不是8090了 单口号多少吧 9090啊 换了啊 单口9090 来走 大家看 欢迎来到首页 是不是就有了呀 那如果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这个 来一个这个 来一个这个什么呢 来一个这个 R1GST Register 你看 现在是不是来到注册页面了呀 再来一个什么 来一个login啊 lo-login 好 这个地方呢 欢迎来到东路界面啊 没有停止服务的函数啊 停止服务 我们不干这个事啊 服务器运行起来 就一直在这 一直在这死循环的啊 它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死循环 看到没有 不断的接受这个请求嘛 不断的接受 不断的接受啊 就是一个死循环 你来了 我就处理 来了我就处理 没有不 好 我们把这个路径呢 其实请求路径 你可以给它生料了是不是 好 这个就不要再打印了啊 那现在呢 我们就自己写了一个服务器 大家 大家你们现在啊 其实体会不到 我们到底干了一件 多么牛逼的事啊 你们不知道的啊 因为等到你后边 讲到服务器啊 跟大家写了那么多东西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啊 其实我们这个做的事 还是很厉害的啊 大家不知道你们 能不能体会得到啊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得到 好 这是一个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代码呢 跟大家这个停一下啊 这个就是我们写的这个 自己写了一个服务器啊 自己写了一个服务器 还使用面向对象的语法啊 自己干了 自己搞了一个服务器 没有问题吧 好 这是这一块的内容啊